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一名头戴安全帽的男子 来到邮局前直奔ATM 拿着喷漆对着机台疯狂喷傻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全被排了下来 新北有民众已经一早到永和中山路一段提款时 发现有不少的ATM遭到不明人士喷漆涂鸦出现不明的字样 就连捕折机油桶等统统都遭到污损 邮局紧急派人前往清理并报警处理 警方一查发现一共有四间金融机构受害 分别是中华邮政、中国信托、国泰、世华和富邦银行 警方目前正积极调阅监视器 并锁定嫌犯积极查气道案厘清犯案动机